哈囉大家好 我是爸爸超人 那現在時間的話是晚上的9點13分 那剛剛9點的時候官方的粉絲團有公告明天的維護內容 那我想說還有12個小時的一個時間 因為明天維護的話是9點鐘 還有12個小時的時間 然後提醒大家一些東西 一些重要的東西 那你可以在這12個小時先做準備或調整 OK那第一個的話就是這個 世界王的部分的話 明天開始 就是擊退一直的話是臉皮腰子 增加4點皮腰子 所以一天的話只能夠打25隻世界王 好那機率的部分的話他們也有所調整 那至於怎麼樣就明天再看了 OK那中間的話就是國戰的一些事 這樣這個不是很重要 那商城的部分的話 多了一些道具 這個就是可以恢復你的皮腰子 如果說你想要多打王的話 那麼你就必須要吃這些道具 來把你的皮腰子降低 OK那我們往下看齁 往下看就是 這個副本的部分的話 明天的話就是會多新的菁英副本 那菁英副本的話 入場等級是60等 那那個人數限制的話是3到6個人 也就是說過去我們的副本要兩個人嘛 兩個人以上 那之後的話要三個人以上才可以參加 那他有說菁英副本 頭目掉落的規格跟現在的世界王一樣 所以你如果沒有機會搶到世界王的話沒有關係 打這個菁英副本也是一樣的 也是有機會打到把握的 OK那最下面的話是重點 就是說這個我們身上應該有送了一些綁定的鬼斧石或綁定的神功石嘛 OK那明天開始的話 如果說你用了這些東西來做強化的話 那麼你的裝備將會變成綁定的狀態 將會變成綁定的狀態 那一般來講我們通常都是未綁定的裝備 我們才會希望用這個鬼斧或神功石嘛 所以如果說啦 如果說你想要重裝備的話 那麼你可以趁這段時間 先把這個鬼斧石跟神功石給他用掉 給他用掉 不然的話明天過後 你用神功石跟鬼斧石 你的裝備就會變成綁定的 OK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簡單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聆聽 掰掰 掰掰